它已经装成功了 就是在这里面 它最后有一个叫finish 在这块 看到吗 finish这块 它这个命令是已经安装成功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现在你你把它这个直接重启就可以了 看到了 我们已经装好了 也差不多也就10分钟时间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装好之后 我们重启 重启一下 如果说你们现在安装这个服务器比较慢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暂时现在先别装 我们先把刀壳先用一用 是吧 你就可以把你原来的那个这个虚拟机打开 原来是不是也是又帮兔是吧 也又帮兔 所以这个里面呢 可能有时候我们看的版本可能不太一样的 重启完以后 接下来 你现在需要按回车 我们就重启了 重启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重启以后 我们用户名和密码都是decent是吧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设定的 最开始设定的 好这里面呢 你等会儿 它正在重启呢 稍微有点 最第一次可能稍微有点慢 后面就很快了 这服务版本的 你看 它的启动起来的话 就直接去买去注册一些服务 注册一些服务 这完全是跟我们以前的状态不一样的 原来是桌面的 我们现在没有桌面 你看当前这个 它就开始配置 启动了很多的这个远程的服务啊 很多远程服务 我们后面就是 关于项目发布啊 演示啊 我们都在这个虚拟机去做 因为你们要买云服务器 我们在云服务器做也可以 反正我有三台服务器了 那动评呢 现在用了一台是吧 然后还有 还有台那天项目我们用到的 这里面你就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 输入用户密码 它这个服务器是不是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在这哪一块呢 哎 它把这个 它里面又装载了一些镜像 是吧 这里面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IP地址 这里面有没有IP地址呢 在这里面 我看一下 它里面有个IP地址是 192.168.33.173是吧 这里面肯定不行的啊 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是我们的 这里面它有给我们创建了一个公钥 看到了吧 它会自动的给我们去把公钥给它创建了 然后呢 做第一次做一些初始操作啊 现在你先等等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虚拟机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 你当前的它默认情况下 它跟我们的网络适配模式是net 那么net的话呢 只有我自己能用 你们可能连不上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虚拟 它的这个网络设备呢 配成这个桥接模式 就是我们我们都在同一个局域网 这也算是一个主机了 是吧 算是一个主机了 它用一个新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把它稍微的呃 配配置一下 配置完之后 那等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命令 这时候你看它的IP地址是多少呢 因为现在它现在还没获取到 接下来我们获取到了 它是174.3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什么呀 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我们在外部 是吧 我把这个都可以给它关了 我这都可以给它关了 我们在外部干什么呀 我们在外部 你可以在你的SGateBase当中 我们可以去连我的 你可以连我的服务器了 对吧 当然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SSH 然后Decent at10.7 36.174.32 174.32 你就可以连我的 然后这里面呢 是不是要加密码是吧 然后加上Decent就可以了 你看能连上我的我的服务器了 我现在就在我服务器里面去做了 我现在是远程连接 远程连接 远程连接我的用户 那么你要是买华为云的话 你要买华为 华为云的话 你在你的这个网页的那个管理工具当中 然后呢选择你的那个云服务器 它在右边那个管理上啊 它右边管理有个对外对外IP和对内IP是吧 我们对外IP我们要远程连接对外IP的 然后呢在连接它之前 我们要先去把它关机 先把它关机 关机它右边有一个管理当中 有一个设置管理员密码 就是你要把那个密码重新设置 因为第一次设置的话 它要输密码就可以了 你输完密码之后 这边你连上去的时候 它让你提示用户要输密码 你把密码输进去 它默认是root用户 所以呢我们要去给 对于我们的虚拟机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root是没有密码的 是对的吧 我们需要干啥啊 收度 收度呢用password 然后呢我们给谁啊 我们用password 给我们当前的root来设置个密码 我们把当前的用户的密码加进来 然后新建一个unit密码 这里面密码是什么呢 是我们写root 写root 那这时候我们就切换root用户 然后呢输入root用户密码 那就现在变成了root用户了 变成root用户了 好这里面呢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full 这个里面啊有这么多连上的 呃49连着呢 点3连着呢63连着呢13连着呢是吧 你们现在连我的终端的话是是不是连上来了是吧 你们都退出来啊 别在我服务器上吃完是吧 别在我虚拟机里面 都退出来 只有我自己啊 不然的话你们都乱了是吧 你安装包都乱了啊 所以你退出啊退出 都退出啊 都退出一下 这时候我看看谁还在呢是吧 55还在呢55谁啊 赶快退出来 啊 你看这里面我就监控谁谁在呢 56是我自己是吧 55谁啊 啊55退出来了是吧 OK啊 我现在已经确确定了 我现在当时就我一个人 我因为我要去安装那个啥 Docker是吧 安装Docker 那么怎么去用Docker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写一个Docker version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没有装 他没有发现Docker命令 是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是要装他了 他告诉你 你看他给你提示命令叫 apt install doc.ro 我们就按这个命令去装就可以了 然后install doc.ro 我们把它装上去 那这里面呢 是不是有个Y是吧 那我们就是直接yes 然后他就开始去下 这里面镜像都是从阿里云里面去下的 网速呢还是比较给力的 对吧 他需要可能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把Docker能装好 大概是这个时间啊 这里面我们现在他先下载包 那这里面呢 就是你要去装Docker的 把Docker的这个RO先给他装进来 这是我们的虚拟机啊 这是我们的虚拟机 好 这里面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就先暂停一下 是吧 先暂停一下 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来装一下 因为这里面需要